墨尔本这座曾经的宜居之城 已经被为宜峰之城 已经变成了一座 不是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城市了 昨天开始的第四阶段的封城 把每个人的生活范围 都锁定在临家五公里范围内 还好这座城市的规划还不错 五公里范围内 基本的生活配套都能满足 只是老罗原来每周都想去看看 黑天鹅的Airport公园 就超出了这个范围 其实今年你根本不用去看黑天鹅 黑天鹅早就盯上我们了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见证着历史 南半球的墨尔本 在和平时代都会进入灾难状态 还实行二战中采事实过的宵庆 时间为六周 北半球的小伙伴们 六分之一的面积还在水里 今天台风黑格比又要来天乱了 我甚至觉得 玛雅文化的五大预言 前四个都很准 最后一个关于2012年世界末日的预言 会不会是指2020年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2020年好像啥事情都没做 就已经八月份了 就算人类的近代史不分为 2020年前时代和2020年后时代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 2020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然除了自己的厨艺 我们更需要转折的是对未来的预期 比如做好新冠几年 甚至十几年都会和我们共存的心理准备 断航 封国 封城 折居都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为什么呢 老罗从今年1月底回上海过年起 就一直在关注新冠这个病毒的发展 包括自己也一直在为澳洲前沿医疗科技提供策划 所以还是能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解读 明天我就和大家聊聊 为何我预期这个病毒会和我们长期共存 面对这个预期 我又是做了哪六个字的应对之举呢 最后老罗为5月份拍的两段黑天鹅的视频配好了字幕 一起再来回看一下吧 毕竟现代木耳本的黑天鹅已经不是想看就能去看的了 Airport公园是老罗每天下午跑步时非常喜欢选择的一个公园 不仅因为这里环境优美 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很多黑天鹅 原先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直到他们来到了澳洲发现了黑天鹅 黑天鹅现象说明如果仅仅是凭借我们原有的观察和经验 得到的认知会是多么的局限和狭义 老罗再往前一点 啊好好好 哇 老罗每周都会围绕这个举办木耳本F1大奖赛的Airport公园跑一圈 一方面是为了看看美丽的黑天鹅 更重要的是时刻提醒自己黑天鹅现象早已从几年前的小概率变为如今的新常态 比如2020年的世界又有谁曾经预料到呢 也许以后人类的静代史就分为2020年前时代和2020年后时代 也许今年还是2020年后时代中最好的一年 因为老罗从五年前就一直认为我们的今天一定比明天更好 因为全球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产能过剩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更是需要我们值得敬畏的客观规律 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唯一能解决的破局之道 就是不断的扩展自己生活的容器和思维的边疆 还要多关注老罗闯澳洲场景大曝光哦 等到木耳本议程结束之后 老罗会邀请更多的更好各业的精英和你分享更多的有种有趣有场景的大曝光 这件事都是谄划的 这个意思是很趣的 什么意思是